大家好 最新新闻啊 还是关于美国的 美国这两天相当热闹 最新新闻 特朗普有令 国防部准备快速部署 明尼阿波利斯 听明白什么意思没有 美国国防部要动了 美国国防部要动了 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新闻 特朗普星期四晚上 在椭圆形办公室 通过电话下达命令 接受命令的包括 国防部长埃斯帕 国家安全顾问奥布里恩等几个人 一位受令的知情人士说 总统提出 如果明尼阿波利斯抗议活动 继续失控 埃斯帕需要快速部署 埃斯帕是国防部长 这个命令是下达 口头下达给这个国防部长的 其实我们知道 从昨天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有那个 国民警卫队 已经陆续到现场了 就是装甲车已经 在街头上出现了 所以现在现场的话 应该是有两波 一波是当地的警察 另外一波呢 是国民警卫队 那国民警卫队 他的装备就要比警察要 这个精良很多 国民警卫队 他其实是隶属于各州政府的 他除了战时之外 其余时间是属于州政府指挥的 我们知道 其实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他的整个的装备也是不错的 对付国内 这些比如说平乱 暴乱 他们的装备是戳戳有余 但为什么这次又爆出 特朗普下令国防部要有动作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包括这个新闻上也说过 也说了 就是这个是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因为大家知道 国防部他下属的是军队 军队正常情况下 他是对外的 对外作战 对内在美国的体制下来讲 他是用的是国民警卫队和警察 国民警卫队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内的武警 那么这个时候 特朗普突然下令让军队做好准备 证明 起码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的这个政府 他要迅速的把这个事态平息下去 以防止这个事态 这个继续失控 进而最后影响到美国大选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现在已经马上就六月份了 十一月份就要大选了 就要投票了 没几个月了 半年都不到了 这个特朗普呢 这个除了要应付新冠肺炎 现在死亡已经奔死亡已经奔十一万人了 美国 这个确诊的超过一百七十万 这次呢 又来了一个全美国的一个暴乱 所以他需要 就是我们说一句这个大白话吧 需要不择手段的把这个暴乱平息下去 他可能有的 有可能啊 以特朗普的形式作风 有可能他也不顾什么 呃 内外内外有别了啊 军队什么对内对外无所谓了啊 就是全部都上去啊 力求把这个 这个骚乱以最短的时间之内平息下去 那么我想说的是 呃 像在香港的黄志峰 黎智英 在这个黑人被杀事件 之前 你们还一直在at 这个特朗普 希望他赶快出来 替香港这些勇武派 或者说民主人士说话 这次特朗普 妥妥的打这帮 香港所谓民主派的脸 让你们这帮港独看一看 在美国发生类似的 这种 暴力的 骚乱 打砸抢 美国警方和美国的军队 是怎么反应的 黎智英 你不要总是在推特上 老是at特朗普了 你年纪大 我们都知道 眼睛不好就戴副眼镜 多看看美国最近的新闻 怎么样 你是希望美国大兵来救你吗 美国大兵是来震报的 曾经说香港的骚乱是 民主的最美丽的风景线的 美国众议院院长 议长佩洛西 你这次面对你们国家 全国范围内的骚乱 我觉得这个风景线啊 更亮丽 因为它的规模 已经远远大于去年的香港骚乱了 因为香港骚乱 只是一个局部的地方性的 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 美国当地的骚乱 已经蔓延到 美国各个州各大城市了 包括纽约 华盛顿 连你们白宫都已经关闭了 这个时候你再出来说两句 佩洛西 你要不要出来走两步